能夠在這個圈子帶給大家這麼多的歡樂跟力量 你會覺得自己有一種使命感 那你都帶給別人力量啦 那你的自信的力量來源 我是一個算是蠻會轉換想法跟心境的人 尤其是你又當了媽媽又有了小孩 然後就會體會到說 其實人生真的有很多的不容易 那可是再怎麼不容易你還是得往前走啊 然後像我之前去爬山 我有好多的體會喔 就是山路那些路啊 其實都是人走出來的 你沒有一定要照著人家走的喔 你可以走別的路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路線 可是再怎麼樣你都不能停下腳步 要不然你就會被困在山上 然後而且你真的到了某一種高度的時候 你看到的風景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可是該走往下走的時候 你也要往下走 就是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我在爬山的時候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體會 而且爬山只有你自己能夠完成 別人幫不了你 沒有人可以背著你走啊 然後當你走不下去 當你人生迷惘的時候 你要記住就是只要你願意走 你一定走得完 所以就是要堅持下去 可是累了 就偶爾坐下來休息一下沒有關係 沒有人會追趕你 可是不要忘了就是休息一下繼續往前走 突然變成步道大會 那是廟會好不好 我這是比較熱鬧的 今天您剛好跟姐妹去爬山對不對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其實那個東西在我們去年還是年年初的時候就已經超頂了 我時間都留下來了 而且我也為了那個行程 我也是很認真在訓練 在爬山這件事情這樣 但是後來我知道 我如果這趟去的話 我應該沒有辦法 好好的享受這個旅程 然後我內心都有很多壓力 所以我就很抱歉的跟我姐妹 就是跟老婆講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這樣子 然後她當然覺得很可惜 可是我知道她不會怪我 以我們的交情 她完全能夠理解我 以她對我的了解 她也知道為什麼我會 就是我會沒有辦法去這樣子 但是呢 我還是很無私的貢獻了敬寶 就是我讓敬寶代替媽媽的位置 去陪她們遊山玩水 但敬寶沒有去爬山啦 她就是陪玩 果然敬寶表現得還不錯 就是帶給大家很多的歡樂 我很放心 我爸媽也有去 然後還有 我的姐妹們她也熟 然後還有保母阿姨也有帶她去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甘心 而且我送她去坐高鐵 她頭也不回頭 媽媽 拜拜 然後就很快 她就知道她要出去玩 她就很開心這樣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爺 這也是RAW第一次參加戶外的party 我們將會為了當天特別準備神秘的餐點 11月7號台北101水舞房場見 神秘的紅水這一又保釀 1 3 5 5 4